南方澳跨港大橋酿成六死 交通部承诺就责无上线 还将追咒历年来大橋维修验收的 相关疏失人员 针对台湾港务公司董事长吴宗荣 被请辞下台 有立委批评仇庸文化不改 还是会再发生类似的事 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 会继续查明真相 追究责任 对全国潮梁建设全面检讨 南方澳大橋的断裂 很不应该 我们救人第一 接着善后 然后会查明真相 会追究责任 港务公司董事长 自己请辞下台 也是负起责任 书贞昌强调 吴宗荣自己请辞下台 也是负起责任 至于吴宗荣被视为首度开闸名单 第二波懲處名单 是否已经出炉 引起高度关注 直接围管南方澳大橋的 基隆港务分公司总经理 刘诗宗 则被点名在第二波 陈储开闸名单 刘诗宗是台湾海洋大学 航运管理研究所博士 过去曾经担任过 基隆港务局副局长 交通部航政司副司长 交通部长林嘉隆强调 将启动复原专案小组 持续调查 南方澳大桥属于港务公司管辖 大桥崩塌 爆出二十一年来从未做独立检测 在周三巡获最后一名罹难于公后 救灾行动告一段落 大桥预计在十一月中完成 拆除作业 林嘉隆表示 会尽快完成证据的保全 以及责任归属 配合运安会调查 给所有史上受害者一个交代 原事新闻综合报导